美国长臂条款什么都要做 那中国大陆也不是无下阿蒙 但是美国目的是从高阶的半导体 到PC手机开始在移动 最终的它会透过Nike 这些十一住行开始慢慢移动 移动的话它就是要从十一住行娱乐 各方面减少中国大陆代工机会 小弱中国的竞争力 中国就没办法跟美国抗互 这是我觉得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当然不一定会兑现